星星吻 星星吻 大白天马路上居然冒出了熊熊火焰 让民众都看傻了 赶紧报警 就怕发生像高雄一样的气爆事件 13号下午两点多 新竹市金城路传出几声爆炸 把在树下休息的民众吓了一大跳 我们发现电杆上面的 遭那个段数打到 连续爆炸三次 那我们通知理局通知消防队 连续台电 那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地面上 已经陆续都在起火 原来是一只电线杆 遭到路旁的树枝拍打几重 意外造成电线短路 电流从地线一路向下窜 将埋在地下的瓦斯管线打破 等到民众发现时地面已经起火 目前确定是中油天然气 被外泄所造成的一个起火 我们先警戒 让他等中油天然气事业部的人员 切断瓦斯以后进行抢修 火势就可以扑灭 消防人员及台电人员 火爆立刻到场 由台电人员切断电源 而警销也不敢大意 在现场拉起封锁陷阱界 并掌握瓦斯外泄的情况 等到断电后 马上交给瓦斯公司 截断天然气进行抢修 所幸这场火势最后顺利扑灭 没有造成更大的灾害 记者黄志昌李逸璇新竹报道 感谢观看